遭撤职近一年官方披露李克强前助手消息,杨京案件或许后续还有案情揭露网络图片。 今年年初,原中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京因涉嫌违纪遭撤职后一直未有进一步消息。 日前路媒报导称2018年审判的老虎至少有27人,还有4个老虎未过堂或接受处分。 其中包括杨京12月15日,据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旗下上官新闻报道2018年前年,处理的老虎超过40只其中接受审判的原省部级以上官员,有27人这27人中从刑。 其来看在15名已被判刑的老虎中,有4人被判无期徒刑分别为孙政才、杨重勇、陈旭和魏明州,其中3人涉案金额过一元,还有4名原中央委员,分别是王三运、向俊波、苏树林、孙淮山,以及3名原中央候补委员李云峰、 莫建成、杨重勇、尚未审判或接受党政继处分的其他落马老虎中,还有4名原中央委员他们是杨京、房峰辉、张阳、努尔白克利。 今年2月24日中共官媒发布消息称,18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京因严重违纪,受到留党查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维政部长级通报中,杨京被指长期与不法企业者和社会人员不当交往利用职务影响实施违法行为。 谋取巨额次率通报中还说在审查中杨京能够认错、悔错。 在这之后,就没有了任何消息,外界对于杨京被免职并降级的原因有过多种说法。 香港明报曾援引消息称,与明天系实际控制人肖建华有关。 肖建华被从香港刺激酒店带回北京后,对其涉及的案件做了彻底交代。 其中涉及到杨京东方日报说,杨京有浓厚的团派色彩,在内蒙担任团委书记时,便与令计划搭上关系。 此外,杨京有生活作风问题,在内蒙期间,与一位女子有染,遭到该女子亲属持续举报。 自由亚洲评论文章则趁杨京和孙政才,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段,被调查杨京的问题较轻,只是被界定为比较单纯的个人问题。 现年65岁的杨京是中共第17届,18届中央委员,在内蒙古任职,于30年先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自治区区政府主席等职。 2008年,调任中央任统战部副部长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2012年起,杨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次年兼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公委书记,国家行政协院院长。 去年11月初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公委网站显示,中共财政部部长萧杰已接替杨京出任中央国家机关公委书记,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